誒!我是幽默風雪球傳的陽光看草 陽翼霧雙全的帥氣大哥哥 你好你是金城武 大家好啊 歡迎回到我們的1.20伺服器 各位 嘿我知道上一集我所說是最後一集喔 為什麼今天我們又回到1.20勒 因為今天的這一集其實算是一個番外篇 現在我已經把這個地圖升級到1.21版本 所以已經可以在這個地圖上找到一些新東西了 今天這集的話我就想要在這個1.20的地圖裡面 來去體驗一下這些新更新的內容 那今天第一個我想要來去找的是球魚 這個球魚是1.21的一個新生物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個東西應該會生成在莽源 所以我們應該會需要飛還蠻長一段距離來去找一下這個地形的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也喜歡看到這個系列 也喜歡看到玩這樣的多人生存伺服器 不要忘了可以不要在這邊下一個讚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系列 如果各位有希望看到玩什麼樣的地圖模組生存 或者是做什麼樣的事情 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說 那因為我們周圍其實都是已經探索過的了 所以這裡的地形應該都不會生成新東西 我們可能要稍微飛遠一點的地方 我們往這個方向好了 往這個方向這樣一直飛的話 應該才會到我們沒有探索過的地方 噢酷耶 我們這樣子飛著飛著竟然找到了一個還蠻漂亮的村莊 這個是山木的村莊 通常是要在這樣子的真夜裡才會生成的村莊類型 照理來說這邊應該會生成狗狗對吧 因為在這個1.21版本 狗狗也新增了9種不一樣的造型 噢有了有了這邊就有一隻啊 這一隻的話長得跟我們原本的狗狗一模一樣 現在這種狗狗叫做蒼狼 這裡應該也是少數我們能夠找到原本狗狗的地方了 接下來如果我們在冰雪真夜陵或者是在莽園 在這些地方找到的狼都會長得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去找球魚的原因 天黑的我們是不是應該先擺床躺一下 因為球魚會生產一種東西叫做球魚靈甲 那這個靈甲是可以去製作蘭凱的 那這個蘭凱就是可以裝在狗狗的身上讓它變得更強啊 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有遇到莽園啊 我已經飛超久了喔 今天的話我會想要把所有的狗狗都給它找到 一共有9種 那剛剛就算是找到其中一種了 喔這邊是叢林欸 我記得有一種狗狗也是會生在叢林的 可是好像不會生成在這樣子的叢林 有一種叢林是它的樹比較少一點 應該是用那樣子的叢林才會生狗喔 繞了一圈這邊好像沒有那種地形喔 沒關係我們就繼續繞繞看吧 反正終究就只是跑圖而已嘛 欸這邊就是我說的那個地形欸 喔所以還是有的 但是有點小塊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生狗狗喔 來看一下有沒有狗狗生出來 好像是沒有的耶 哇太可惜了 這裡一隻都沒有 對吧完全沒有看到齁 哇看來要湊齊所有的狗狗種類 好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欸 欸不對喔 這邊有狗狗喔 我看到了這邊有一個棕色的有沒有 哇這個顏色有那麼一點保護色的感覺喔 看不太到 哈哈 它跟泥土超像的啦 有了我們的第二種狗狗喔 那這個顏色的狗狗啊 官方是叫它褶紅狼喔 基本上就是這樣有點橘色棕色的感覺喔 但好像沒有看到它其他同伴的樣子喔 我以為狼應該是會一群一群的生的 結果這邊看起來應該是只有它一隻啊 不然就全部都掉到這峽谷裡了 好啦 我們這邊座標稍微記一下喔 那我們再來去找下一隻狼吧 感覺球魚要找到應該也沒有到這麼容易喔 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蟒猿啊 喔各位 這邊就是蟒猿了 來看一下有沒有我要的生物啊 照我來說 這個球魚的顏色應該會跟小豬肉差不大 什麼可能要仔細看喔 說不定會漏掉 它其實會生成的點好像還蠻多的 除了蟒猿以外還有一個地形是紅土地形 但紅土地形本身又更加的稀喔 所以我是不指望啦 而且我們需要找到其中一種狼啊 它也是在蟒猿會生成喔 有個地形叫做蟒猿高地啊 在這個地形也會生成另一種的狼喔 我們直接用飛的好了 這樣好像還是比較快 這裡有嗎 欸這裡面有沒有藏一隻 沒有 太可惜了 現在看到小豬都要確認一下喔 怕錯過 這裡有嗎 有沒有狼或者是球員 欸我好像看到狼喔 有了有了有了 我也快摔死了 哈哈哈哈 這個的話官方是叫斑點狼喔 這個顏色我自己是覺得 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山花貓的花色 那它的毛色是白色黑色還有橘色喔 喔這裡生的其實還蠻多隻的 那這就是我們找到的第三種狼種啦 這一片蟒猿這麼大 我覺得這裡一定也至少會生成一組的球魚 喔喔喔我找到了 就是他們啦 欸哈哈 它收起來了喔 欸它又打開來了 我不是還沒走嗎 你還是是我在旁邊走路的時候會被它偵測到啊 它是不是完全沒看到我啊 哈囉我在你背後喔 你要不要躲一下 欸它沒有要躲的意思欸 我以為是人在旁邊它就會躲起來欸 好啦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版本新增了一個新生物喔 那我這邊其實還有準備了一個刷子啊 如果沒有刷子啊 去對著這個球魚掃的話呢 欸就會掉落靈甲喔 莫非這是靈甲 寫了一個新的進路 欸該不會我這樣子一直掃 就可以一直有吧 欸真的欸 這個可以一直掃到它爆掉為止欸 哈哈太扯了吧 我以為這個是可能要等冷卻 啊我剛才那個還有附耐久修補的 結果就直接爆掉了 啊不該這樣子一直點頭 來來來我們這邊做一個合成台喔 這個靈甲啊就可以直接把它做成欄凱 然後給我們的狗狗穿戴啊 這樣子的話狗狗啊就會增加十一點的盔甲值喔 這個其實是加的還蠻扯的 另外啊球魚它好像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自己掉落一個靈甲 所以也可以不用用這個掃把去掃它啦 但如果你用掃把就是比較快一些喔 好啦找到了球魚喔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把剩下的六種狗狗都給它找到來吧 欸是說照我來說這樣子的一般的森林啊 應該也會生成狗狗才對啊 喔有啦有啦這裡就有喔 這個的話呢是叫做森林狼喔 欸它哈哈剛獵捕完是不是 它顏色的話是這樣子土黃色的感覺 然後角這一塊啊是比較白一點的 照我來說應該是原本會生成狼的地形 都會生成不一樣的種類啦 這裡還有好幾隻欸哈哈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找的地形呢 有冰雪真夜靈 以及原生松木真夜靈 原生山木真夜靈 疏林惡地 還有最後一個是雪靈喔 我相信這幾個地形應該都不會到得太好找啦 光是要自己區分它們可能就有點困難喔 喔這個前面的山木靈 應該是我要找的其中一種地形喔 但我不確定這個是哪一種的山木靈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生成狼喔 哈囉狗狗有沒有人在家 在過去的話好像是一般的山木靈喔 官方是稱作真夜靈啊 所以這邊能夠找到狗狗應該是一般白色的那種 我們可能要往這個方向啊 有這個灰狼的地方來找喔 完了這麼小一塊我覺得要找到有點困難喔 這一塊好像是沒有看到狗狗的樣子喔 也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我有注意到海的另一邊好像也是山木靈的樣子 哇這個好像只是一般的山木靈喔 看來是只能回到這一塊來找了 狗狗你們在哪出來啊我都找到狐狸囉 狐狸這種稀有的東西都出現了 你竟然還不趕快出來 天好像快黑了我們就先躺一下吧 等一下我們再往這個方向稍微找一下啊 如果沒有的話應該就是真的沒有了 可能就要去掃下一個這樣子的地形喔 來我們先躺 來我們最後飛過去一趟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們就再去掃下一個地形 狗狗你們在哪裡 這麼大一個地形 你竟然一隻都不生給我嗎 太過分了吧 好像真的完全沒有 喔有有有有有有 我看到啦這一隻的話是有點米色的感覺 所以這邊應該是原生山木真夜靈喔 這一隻的話官方是叫做綠色狼喔 喔這裡還有欸這裡有兩隻喔 旁邊還有第三隻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找到五隻喔 這個座標我們也稍微記一下 帶過來的話應該就可以不用找了 這邊應該不會是我要的地形 我們就繼續往這個方向飛吧 來看看這裡有沒有 欸這個是不一樣顏色的狗狗欸 等一下我剛才不是在這邊躺的嗎 為什麼我剛才沒有看到你們 這個的話是 為什麼是黑色的 這個是黑狼 所以這裡是原生松木真夜靈 喔所以兩邊其實是不一樣的地形嗎 這到底如果差在哪 我看不出來欸完了 我以為這兩個是一樣的地形欸 這裡又有一個新的狗狗 官方式叫做黑狼啊 那這個就是我們找到的第六隻喔 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這樣全黑的狗狗的 我覺得黑色的都還蠻可愛的 最後還剩下三隻啊 那我們繼續尋找下一個地形吧 前面這個地形應該就是雪靈了吧 這個有雪有樹靈 應該叫雪靈沒錯吧 那我們來看看喔 這邊有沒有生成狗狗出來啊 這裡如果有生的話應該會是雪狼喔 照理來說應該是超級不好觀察到的 喔底下我剛才看到有東西在跑喔 在這邊好像有個東西 喔有了有了有了 這個的話我覺得應該是灰狼欸 所以這裡應該是冰雪爭夜靈 喔看起來超級像哈士奇的有沒有 如果是雪狼的話 照來說顏色應該會再更白一點 但這附近就只有你一隻而已嗎 照理來說你應該也要是一群一群生出來的才對啊 那雪靈地形的話 照理來說應該不會跟這個外型有太大的落差喔 只插在他被歸類為山地的地形 所以應該要往這個方向 這裡可能比較有機會是...雪靈喔 沒有意味的話這應該也會是最難找的一隻喔 哇我這邊甚至都找到雪狐了 我還沒有看到雪狼欸 該不會接下來這個雪狼會比雪狐還要更加稀有吧 哇完全沒有看到他人欸 好吧天黑了我們先躺一下吧 等等再繼續找 也不確定這裡到底算不算雪靈啊 說不定我們會找到其他的灰狼 欸等等各位我找到他啦 這個顏色很明顯跟剛才不一樣對吧 這個應該是幾乎全白的喔 這個就是在雪靈生成的雪狼啊 所以這裡是雪靈沒有錯喔 基本上就是完全白色的啦 但還是有一些灰色在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應該就只剩下最後一隻了吧 最後一隻的話呢他應該是在紅沙的地形喔 我目前飛了這麼久是還沒有遇到這個地形過啦 而且我這樣子飛來飛去發現這部分的地形好像都是偏寒帶的 可能要稍微飛一陣子 喔嗨粉色羊 這是告訴我運氣很好一定找得到的意思嗎 喔喔有了有了有了 這邊就是蘇靈二地喔 我剛才其實已經找了很多這個紅沙地形了 但是一直都沒有看到這上面有森林喔 終於給我找到一個啦 旁邊那邊還有一塊的樣子 喔這個也太大一塊了吧 我們先來在這塊看看有沒有狼生成喔 欸是說在之前這個地形是會生狼的嗎 我是完全沒有印象啦 有了有了有了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條紋狼喔 這個條紋狼啊 他的花色基本上就是米色的 然後有咖啡色的條紋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新更新的九種狼全部都給他找到了喔 然後也找到了可以幫我們做狼盔甲的球魚 我們順便也來炫服一下他們好了 然後讓他穿上狼盔甲 來來來來來 你在我旁邊就代表你想吃對吧 快咧給你吃 喔呦真的是很想跟我走捏 他一下子就中喔 那狼盔甲應該是這樣子就可以直接給他穿上了 有了有了 這樣子的話這隻狼就會變得超級硬喔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其實很早之前就已經有某組作者做出類似的東西出來了 這回終於是直接加進原版了喔 天也要黑了我們也先躺一下吧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一集阿 今天我們就到處去尋找這些狗狗的新變種還有新生物球魚阿 那當然啦 這個版本除了這個狗狗的變種還有球魚以外呢 還有其他的更新喔 沒有意味的話 我們的番外奈篇也會陸續的來體驗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別忘了可以幫我在影片裡下一個讚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IG、Twitter去按個讚追個鐘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DC群組一起來玩遊戲聊天喔 另外不定時我會在YouTube社群發布我們的影片計畫表 計畫表會告訴大家近期我正在準備什麼樣的影片計畫 那我是HannyCam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啦